男子吃牛排盘里必须摆放整齐的12颗豌豆 朋友伸手拿走一颗 他立刻眉头紧锁勃然大怒 因为诱人的牛排 瞬间被乱了阵的豌豆而变得索然无味 到了岳父的家后 看见桌上摆放着三分熟的鸡红蛋白 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索性直接离开 每次外出 男人都必须携带一块黑色的香皂 将香皂和小心翼翼地放好后 接着进行疯狂而繁琐的洗手过程 香皂一定要打足7次 动作极度用力极度认真 直到手指硬生生搓破皮 男人才停下动作 为了把血擦干净 他用光了厕所里全部纸巾 刚擦完手 他又发现衬衫上溅了点污渍 随即用手指沾了点香皂 小心地涂抹在污渍上 然后将衬衫撩起来 以一种怪异的姿势冲洗干净 最后再把香皂和擦干收进兜里 你以为这样他就出门了吗 不满细菌的门把手再次拦住了他 他看向洗手台 然而纸巾都被他用完了 于是他选择站在门旁 等个有缘人推门进来 这才让他得以脱身 眼前这个有严重强迫症患者 就是著名电影中钢铁侠的原型霍华德修斯 他的生理洁癖折磨的只是他自己 而心理洁癖则折磨了他公司的所有员工 这样的制造工艺在1930年几乎不可能完成 因为他看不惯当时飞机臃肿且笨拙的双翼 他直接打断了机翼之干 一年后 他终于带领团队研发出了 世界上第一架悬挂式单一飞机修斯一号 虽然他手下有20名试飞员 但修斯还是坚持亲自上阵试飞 工程师提醒他首飞的危险程度极高 叮嘱他千万别以为追求破纪录 安全着陆即可 但修斯只是坏笑着答应 等他跳进飞机时 兴奋到安娜不住自己 将工程师的话抛之脑后 修斯握紧操纵感 马力给到最大 飞机瞬间腾空而起 在空中绕了一圈后 他第一次飞过测速点 时速339英里 对于新机首飞来说 这个成绩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但距离世界纪录还差点意思 他继续给油 然而此时的飞机开始剧烈抖动起来 修斯丝毫不慌 眼神坚定 双手紧握操纵感 以最快的速度 第二次向测速点发起冲刺 为了减轻重量 油箱被设计得很小 还没降落飞机就没有了 引擎开始停止运转 经验丰富的修斯控制着飞机急速下坠 关键时刻他一把拉起操纵感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一片庄稼地里 当救援队赶到时 修斯在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接着第一时间 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女友凯蒂 凯蒂也为他感到骄傲 但同时也担心过度新闻曝光 会让男人失去理智 修斯也确实体会到 自己心理上的一些改变 修斯驾驶那架飞机 只用四天就环游了世界 他成为了众人眼中最伟大的飞行家 与此同时 他更是收购了环球航空 随后设计了一款万物皆可拉的运输机 这飞机要是能造出来 绝对可以拿到军方的大订单 就这样 大力神的模型机诞生了 为了宣传他的环球航空 他每天晚上会和不同的女明星制造舆论 这也让凯蒂打翻了醋坛子 不仅如此 修斯脑子里全都是大力神 凯蒂感觉自己已经被完全忽略了 其实不仅只有大力神运输机 修斯更是制造了间谍机 还有超能装超能飞的民用巨无霸飞机 可当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凯蒂却在这时向他提出了分手 原因很简单 他爱上了别人 女人正在家里舒服 谁知下一秒便面临了突如其来的灾难 一架飞机冲进了居民区 由于发动机失灵 飞行员已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 飞机撞毁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屋 最终被迫停了下来 飞行员强行掰开被压住的腿 然后用力顶开驾驶舱的玻璃盖 这时一团火球喷了出来 他艰难地爬出飞机 就在这时一个像救世主一样的男人 从烟雾中冲了出来 没错 这位在临死前还不忘报上名号的人 正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航空狂人 钢铁侠的原型霍华德修斯 而且是个拥有超级强迫症的富二代 带领着自己的团队 在短短几年内 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 他为了获得更多政府订单 几乎每天都与不同的好莱坞女星约会 以此来打造自己的声望 女友凯蒂因为她的疯狂提出了分手 让修斯的精神状态再次陷入危机 一家航空公司在此时向他伸出合作的橄榄汁 而修斯口出狂言要将对方公司买下 在犹豫了三秒过后 修斯立刻做出了决定 修斯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让其暂时忘却了失恋的痛苦 接着大力神的研发成功 更让这个狂人开启了打破世界记录之旅 他驾驶的间谍机 突破了每小时352公里时速的记录 接着又开着修斯一号 完成了四天环游世界的壮举 然而这个疯狂的人生 仅仅开始半年就开始急转而下 由于星座是客机的研发成功 他不顾工程师的劝阻 又一次开始试飞 飞行中一味地追求速度 修斯再次遭遇了飞机失控 可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飞机接连撞毁树洞民宅后 发生了剧烈燃烧 它也因此导致气根肋骨骨折 心脏位移 以及全身大部分面积烧伤 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可人一旦水逆接下来会一直水逆 由于战争结束 政府取消了全部大力神的订单 这意味着大批生产中的飞机 将会因为得不到资金而被迫搁置停产 接着就是负责客运的客机 在飞行中坠毁 公司被迫全部关掉 但这并没有让休斯被击垮 他坚持要完成大力神的制造 而面对竞争对手范梅总裁 这时送来的问候 留下的这份讽刺对他而言 却是一种激励 康复后的休斯为了能完成大力神的制造 他不惜背负2000万的巨额负债 还把自己的环球航空公司抵押了出去 对手范梅公司的人经常来他家搜查 忍无可忍的休斯找到了范梅 想试图找到能和平解决的方案 但对方却让休斯放弃国际航班这项业务 不然就要以他发展争裁的理由将他告上法庭 这显然触碰到了休斯的底线 最终他决定向范梅开战 就这样 范梅向全世界公开实锤了休斯发战争才 而休斯被逼得走投无路 精神状况越来越恶劣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反复说着一句话 面对同事送来的牛奶 他又会说 在休斯低谷时期 范梅总裁却想趁机收购她的公司 休斯坚持几件打死不卖 而她的强迫症也越来越严重 精神问题令人堪忧 女友凯蒂重新回到了她的身边 在她不断耐心的开导下 休斯终于走出了自己封闭的世界 于是 这个曾经桀骜不驯的狂人休斯又回来了 而震惊世界的官司整整持续了三天 休斯凭借自己天才般的头脑和口才 不仅指出范美公司犯有航空运输垄断罪 还趁机把自己的大力神飞机一顿宣传 成功在这场官司中反败为胜 大力神飞机很快就成了众多媒体的焦点 范美公司的阴谋没有得逞 而休斯的大力神也如期完工 这次依旧是胆大的休斯亲自试飞 成功在此一举 如果试飞成功 那么自己之前所有的帽子都会被摘掉 大力神在预定时间正式起飞 随着时速不断地增加 大力神的机身成功离开了海面 休斯的环球航空终于迎来了具有历史性的一颗 这架比五层楼还高 双翼展开要超过一个足球场的庞然大舞 成功飞起来了 这象征着突破未来技术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大力神试飞的成功 让休斯重新坐上了巅峰宝座 但他的探索之路并未终结 转身投入到喷气式飞机的研发 因为这是一个拥有钢铁一指男人的儿时梦想 这个令人瞩目的故事 在休斯不断重复说的未来之路中 画上了美好的句点